GBS 前天快訊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手上要帶您看到 在昨天的晚間 在台中是發生一起公車撞人的事故 導致有兩名東海大學的女學生 是一死一傷 而校方也發出了聲明譴責 其實根據TODAY的報導 這兩名的東海大學女學生 當時是在中山路口 過斑馬線的時候 被一輛305號的公車給撞上 所以也導致這20歲的林姓女學生 是當場死亡 而21歲的王姓女學生 是受傷之後送醫 而他們的學校 也就是東海大學 其實也對這個巨業客運 造成學生傷亡 是表示憤怒還有譴責 主要就是希望客運 可以趕快盡快的 釐清事故的發生原因 而警方初步調查 駕駛的酒冊職為零 事故會超過是致死罪來偵辦 不過至於當時車禍的 當時詳細的情形 帶您一起來了解 大批救護人員到場緊急搶救 因為有傷者還受困在車輪下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卻是發生在台中市中區的嚴重車禍 晚間公車和兩名行人發生了碰撞 其中一人傷勢輕微 另外一名20多歲的女子 傷勢較為嚴重 送醫後仍懸高不至 當時公車行駛在中山路 撞到斑馬線上的兩名行人 而根據了解公車從大甲開往 台中火車站 離終點站就快到了 卻發生了一死一傷的車禍意外 而一旁就是派出所 遠景聽到聲響也急忙出來查看 不過當下死者 他是一度受困在車輪下 現場利用調劃的方式 把公車的車輪抬起才把人從車底救出 而詳細的車禍原因還得要進一步釐清 昨天大雨相信您應該都很有感 這雨幾乎沒停過 不過這也讓這個增文水庫 在昨天的單日累積降雨 還有每秒的條件性放水量等等 都創下7月下旬以來的新紀錄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這一回還是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所以包含在增文水庫的上游降雨量 是創下7月 也就是開明颱風之後的新高 所以在昨天晚上11點的累積降雨 已經達到95.8毫米 而在三天內也超過168毫米 雪位更是一度超過230.15公尺 而這個數字也是莫拉克颱風之後的最高紀錄 而水利署南區的水資源分數 也加大調節性的放水量 每秒是已經達到600立方米 主要就是確保水庫會保持滿水位 要來保障下半年的供水需求 好 最需要帶您看到的是娛樂焦點 也就是這個日本的男星新演員 先前是被爆出有這個外遇的情形 但是爆料者現在是緊急刪文 而且他也道歉了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 其實新演員跟新演員是在2021年就結婚了 只是在今年的5月 是被社群平台S的一個網紅爆料 說這個新演員疑似跟NHK的女主播 有發生一些不倫的關係 這個爆料出來也引發了 日本還有台灣的網友的強烈的討論 不過新演員在當時就有出面 捍衛丈夫 而剛有提到就在昨天的時候 爆料者是突然發文道歉 而且也刪除了相關的一些貼文 強調其實自己是沒有任何的證據 所以新演員的事務所也再次的發聲 感謝支持者的鼓勵 而且再度重申 這個發文爆料的人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呼籲不要再親信這個網路的不實資訊 而未來也會嚴正處理相關的謠言 今天需要對您回到的國內 不知道您有沒有遇到這位借錢哥呢 他其實就會謊稱說 他的車被反鎖要借錢 也就是拿這個車司回高雄 而就是靠這個同套的手法 其實已經刑片多年了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這一名借錢哥的名字 其實叫做蔡漢廷 而且還因為涉嫌詐騙 所以最後在台中市是被捕了 而警方也透過他的手上的佛珠特徵 是找到他 而這一名男子 其實刑片經驗已經長達十多年 在2023年的夏季 在台中就騙了27次 獲利是超過10萬元左右 主要就是以假名向路人來借錢 並假稱他的豪車內的錢包被反鎖 所以需要借錢來搭車回高雄 不過這一名蔡姓男子 其實之前也有相關的前科 所以法院已經批准對他的羈押 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的調查當中 最後但你看到 這每個月都要繳電費 但是看到這個電費 有人說怎麼突然間變得這麼貴呢 因為他是一名租屋族 他入住就走短短20天 但最後卻說 他要繳高達3600元的電費 根據一期Today的報導 這是一名網友的發文 他說他三月租屋一直到六月初 但是他只住了短短20天 根本不到一個月 可是卻接到房東通知說 你需要繳3600元的電費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他說他在入住前 幾乎都沒有用電 而且他沒住的期間 插頭也全部都拔掉了 怎麼電費還是這麼貴 而貼文一出 其實就有網友在底下留言說 會不會有可能是 你的熱水器沒關 其他也有懷疑說 會不會是電表出了問題 也都建議他最好 是要跟房東來做進一步的確認 以免後續還是要繳 這麼高昂的電費上了荷包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